大家好,欢迎回来 今天,让我们来探讨一个名为Anitype的开源笔记应用 这个工具的使用方式与NOSEN非常相似 但Anitype的一大特色是它支持本地存储 并且采用了去中心化的端对端加密技术 以保障用户数据的安全 首先,如果你需要下载安装它 可以访问他们的官网 并点击页面右上角的下载按钮 根据你的操作系统 选择合适的版本下载 安装好以后启动应用 首先,我们需要在界面右上角点击齿轮图标 将界面语言从英语切换至中文 在网络选项卡中 你还可以选择是否在云灯备份数据 或者只是将笔记保存在本地电脑 点击新建库这个按钮进入下一步 我们先要获取自己的个人密钥 与其他的软件不同 Anitype不要求用户创建账号和密码 而是生成一组单词 这组词语是登录和解密数据的唯一凭证 请妥善保管这些数据 如果不胜疑失 连官方的工作人员也无法帮你恢复数据 如果你忘记保存 需要再次查看这些密钥 可以打开设置的对话框 切换到密钥 点击顶部的模糊区域就可以看到了 此外,页面下方还有一个二维码 如果你想在手机上使用Anitype 只需用相机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 我将从头开始构建一个Anitype的笔记 因此 将直接删除一些内置的模板 包括集合面板中的所有项目 我们可以通过鼠标选择一大片区域 然后在右上角点击一道回收站 Innocent或其他笔记工具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 Anitype入了对象的概念 每个对象都可以拥有其独特的属性 类似于我们在玩游戏时 游戏角色会有生命值 魔法值和经验值 而武器和防具也会有攻击力和防御力等属性 要在Anitype中创建一个对象 你可以点击界面底部的加号按钮 工具将列出一些常见的对象类型 例如 我选择Node来创建一个新的笔记 如果你想知道Node的对象包括哪些属性 可以点击右上角的三角形图标 就可以看到这个笔记的作者 创建日期以及最后修改时间等信息 接下来 我在笔记中输入工作计划 并输入三个短话线以生成一条分隔线 像Node是你一样 只需在页面中输入一个斜杠符号 就可以列出所有可插入页面的元素 此处我输入TechBox 插入一个复选框 然后输入任务的名称 将所有工作计划都记录下来 如果有些任务更为重要 你还可以选中它们设置为初体 或修改它们的颜色和背景色 Node这个对象主要用于记录一些 简短而灵散的信息 如临时的备忘录和突发的灵感 因此它的版面非常简单 甚至标题也是从我们所写的内容中自动生成的 那如果你需要一个更传统的笔记页面 用来准写较长篇幅的文稿 可以考虑使用另一种名为配置的对象 例如今天我想写一篇 关于家用游戏机的历史文章 那么我们可以先输入斜线来插入一个标题 Anytype的标题分为大、中、小三个级别 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 然后输入标题的内容 即使你已经输入了文本 事后想要将文本升级为标题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从菜单中直接将文字样式应用于选中的段落 点击前面的手柄 然后一次选择文本样式、文章标题 此外 Anytype也支持Markdown的排版语法 因此 如果你想创建一个中标题 只需输入两个警号和一个空格 然后填入标题的内容即可 那么现在 我将在每个标题下方暂贴一段 关于对应游戏机的介绍文本 如果你打算在文章中附上主机的插图 可以从电脑的文件夹中 将图片主意拖拉到Anytype的界面 此外 如果你想在Anytype中实现二栏排版效果 操作也非常简单 你只需按住段落左侧的手柄 拖出来到图片旁边 就会自动形成双栏的结构 然后对其他段落重复同样的步骤即可 可以看到Anytype默认的页面两侧 都保留了相当大的空白区域 导致页面内容显得有些狭窄拥挤 对此 你可以点击标题旁的布局按钮 选择设置布局宽度 通过拖动滑快将页面调整到自己满意的宽度 在尝试Gunode和Pate这两种对象之后 我们再来看第三种对象类型Human人物 Human的页面看起来与前两种对象大为不同 这是因为Human采用的是个人资料的版面设计 而之前的Pate采用的是默认版面 Note使用的是备注 在备注上方还有一个版式叫做代办事项 视频开头我们创建的工作计划 非常适合应用代办事项的版式 它会在标题旁边额外添加一个复选框 让用户能够从标题或侧边栏 快速掌握Rode的整体进度 那现在我们回到Human的页面 我很喜欢玩Class of Clients这款游戏 所以就与发行方SuperSower的CEO为例 创建一个个人档案 点击上方的头像圆框 上传他的照片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人物的资料档案 如果在创建档案的时候 你发现任意Type内置的对象中 没有我们想要的对象类别 那么我们不妨自己亲手打造一个新的类别 而每个类别在创建之初 最重要的就是要指定这个对象 要应用哪一种版式 以及它有什么特别的属性 那版式设计这部分 我选择了Human相同的个人资料布局 然后属性除了内建的Descript是描述栏之外 我还打算新增一个创办时间的属性 用来描述这家游戏公司是在哪一年成立的 数据类型是数字 点击创建 接下来 我们再为游戏公司创建第二个属性 例如该公司创始人的姓名 而数据格式采用的是普通的文本 点击创建 要注意的是我们自定义的属性 默认并不会显示在游戏公司的页面 如果你希望在浏览游戏公司的资料时 能一眼看到这些信息的话 我们就得设计一个新的模板 那刚才我们提到对象的所有属性 都集中放在右上角的三角形按钮里 然后我把画面下下拉 将创始人和创办时间这两个属性加上信号 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显示在标题的下方 要记得模板在设计好后 我们要打开右上角的菜单 选中设置为默认模板 这样当我们在新增游戏公司的时候 Anityype才会使用这个模板 而不是使用原来的空白页面 让我们来创建第一个游戏公司的资料 包括这个公司的创始人 创办时间和公司简介等 然后再点击上方的圆框 来再录公司的logo 然后我们可以重复这个步骤 继续创建其他游戏公司的档案 这里我花了一点时间 输入了几个游戏公司的资料 这个时候 如果你到界面底部 点击加号旁边的画文按钮 Anityype会把所有对象 显示成一个四九化的知识网络 方便我们快速浏览相关的笔记 而之后 如果你有需要修改游戏公司的属性 或者模板 你可以到左下角打开文库页面 这里能看到Anityype所有的对象类别 以及我们自定义的对象属性 那在类型的标签下 只要我们点击游戏公司 就会打开它的编辑页面 于是我们就能修改 或新增其他必要的属性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关联图 你会发现所有节点 都像是知识海洋中的一座孤岛 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因此这里我们不妨再新增一个对象类别 游戏公司所开发的游戏 在标题的上方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表情符号 这个符号会显示在数据库内 用来提升类别的辨识度 至于游戏对象的属性 我们可以先建立一个游戏类型 用来描述该游戏是归类在动作 射击 还是角色扮演等 而如果想要把游戏类型做成一个下拉菜单 你可以将数据格式设为选择 点击新增 接着第二个属性是主机平台 由于一个游戏可能会发布在多个平台 所以数据格式这里可以设为多选 再下来第三个属性发行商 用来标注该游戏是由哪一家游戏公司所发行的 由于刚才我们已建立了好几个游戏公司的数据档案 因此关联的类型我们可以选择对象 当然对象的类别有很多种 像是Note 配置和Human等 而这边我们要将关联对象限定在游戏公司 点击创建 然后添加最后一个属性 游戏的发行日期 而发行日的数据类型自然就是日期 至此 我们就完成了游戏这个对象的属性创建 让我们同样为游戏这个对象建立一个模板 如果你觉得这四个属性一致排开 放在标题底下显得有些拥挤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们当成一般的页面元素 输入斜线 将它们依序插入到页面内 这样每个属性会各自占据一行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表格 阅读起来也非常的清晰舒适 最后 不要忘记要到右上角 把这个版面设成默认的模板 好了 我们来做个测试 用这个模板新增一款游戏 并且依序填入游戏的各项属性和简介资料 那这个模板可以让我们添加图标 此图标会显示在关联图 从而节点的默认外观 此外我们还可以为这一页添加封面的设计 如果你曾使用过NOSEN的话 对于这些操作应该都不陌生 那建立好一个游戏资料后 你可以继续点击加号来新增其他的游戏 让我同样花了一点时间 建立了几个游戏的档案 由于每一款游戏都会通过发行商的属性 与游戏公司产生联系 因此当我们回到关联图时 会发现它们之间多出了一条联系线 象征游戏和游戏公司之间的关联性 而除了通过属性这个参数来 关联不同的对象之外 我们还可以使用AnyType的页面元素命令 比如输入斜杠 Link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文章中插入一个链接框 方便我们快速跳转到另一个页面 如果你不希望让链接占据一整行的话 你也可以在文章内输入Ad符号指向另一个对象 这对于经常需要引用参考资料的人来说非常的实用 我们继续回到关联图这个页面 在这里可以看到 刚刚我们用Ad符号建立的联系 这关联图上对应也产生了两条线 将游戏发行商和游戏名称联系在一起 任何被连接的对象 在标题的下方会出现一个反向链接的标识 如果一个节点的反向链接越多 则代表这个节点在所有的知识体系中处于非常核心的地位 同时在关联图的上方 还有一个名为流程的标签 它显示了当前状态下有多少个对象连接到了目前的节点 以及这个节点又连接到了哪些外部的对象 对于快速了解某个信息的来源和流向有非常大的帮助 虽然关联图提供了一个上帝视角 让我们能够快速了解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关联 但如果今天你想要快速地找出所有相同类型的对象 那需要怎么操作呢 这里会引入一个新的概念 集合 最快速的方法就是创建集合 假设我将对象类型指定为游戏 这样所有的游戏就会在一个列表页面里展示 如果你现在把对象的类型指定为游戏公司 Anitype就会立即生成一个名为游戏公司的目录 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之前 我们为游戏公司建立的属性 比如 矿死人 成立日 并没有显示在目前的表格中 但是我们可以点击加号按钮 在表格内新增一列 而这一列的内容就指定到我们创建的属性就好 然后重复相同的步骤 把这个份游戏公司的成立日也加入到表格中来 由此可见 结合功能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对象管理工具 就和XL一样 你可以直接在表格底部新增其他的游戏公司信息 点击列表中的任一列 还可针对这一列的数据进行排序 如果你曾使用过NOSEN的话 你应该很容易地发现这个结合功能 无论从外观 还是从功能 都和NOSEN的数据库非常相似 每一行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笔迹或者对象 而每个对象与对象之间 也可以共享得相同的属性 列表的每一列除了能做升序降序的排列之外 集合功能还提供了数据筛选的功能 我希望表格只显示特定我几家游戏公司 例如SuperStyle 筛选功能可以快速帮助你对数据进行自定义显示 找到浮援条件的记录 此外集合除了以列表方式展现以外 还可以切换成不同的视图模式 如果你希望能用更直观的方式展示游戏的内容 你可以把页面布局切换成画廊的模式 然后打开页面封面的显示 这样我们就能通过封面图片快速识别游戏的主题 如果你不太喜欢画廊这样的展示风格 想要将不同类型的游戏进行并列的展示 你可以将版面布局改设为看板 展示效果是不是不一样了 其实看板相对于画廊来说 它有两个非常显著的优势 第一个看板可以允许我们通过简单的拖拽 将卡片在不同的分类下移动 第二 类别的切换起来非常方便 我们随时可以依据自己的想法来改变数据分类的排列方式 这样数据的管理就变得更加简单和高效了 那么 你可以在Anytype中新建一个Collection 也可以称它为集锦 集锦跟集合唯一的不同 在于集锦完全是以手动的方式来加入对象 你需要使用右键菜单中的链接字 然后选择Collection的名称 比如策略游戏 这样我们就可以快速地把不同的游戏都加入到相同的集锦中了 其实这个操作更适合在关联图中进行 同样是通过右键菜单 选择链接字 选择策略游戏 接着再重复相同的步骤 把其他相关的对象都加入进来 完成以后回到策略游戏的页面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操作结果 虽然它们的对象类型可能都不相同 但使用Collection就可以将它们在一张表格类展示出来 但是Anytype有一个不足之处 就是在侧边栏你可以看到集合的快捷栏 但是没有集锦的快捷编栏 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有二种方法 一种是在集锦页面 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功能菜单 选择添加到收藏家 这有点像在浏览器中将某个网址加入收藏家一样 还有一种方法 你可以为集锦创建一个Wigit 这样你在左侧就会多出一个Collection的小工具 这个小工具它还可以支持折叠或者展开 当然如果你不再需要它了 你也可以点击右键菜单 选择移除 在左边栏的最下方 可以看到一个编辑小部件的按钮 点击它你就可以很方便地添加不同的小部件 将它们显示在侧边栏 当然如果你觉得一些不重要的Wigit 不应该占用侧边栏宝贵的位置 你也可以点击减号按钮将它删除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无论是集合或是集锦 它们都能被所有的页面引用 你只需要输入斜杠 Inline 通过内链集锦和内链集合这两个快捷方式 将它们快速地嵌入到页面中 这种操作大大的提升的工作效率 当我们习惯于使用AnyType以后 你会发现内容越来越多 但是又不希望将工作和生活的内容混为一谈 那么你可以通过底部的个人头像按钮 点击加号按钮 新建一个Space空间 比如Work 在AnyType里 每个不同的空间可以看作是不同的私人区域 每个独立的空间 都可以设置单独的访问权限 通过链接邀请不同的成员 在当前空间内进行更新和维护 不需要担心其他空间的内容会有泄露的风险 说了这么多 你是不是还在纠结要不要更换笔记工具 原来保存在Losan的内容需要一个个复制过来吗 为了解决这个痛点 AnyType提供了一件导入功能 可以很方便地将Losan的数据 无缝导入到AnyType来 这下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吧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那今天关于AnyType的介绍 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记得订阅频道哦